全岛70个公共交通枢纽 包括了巴士转换站和地铁站 将逐步设立非接触式的自助体温检测仪 鼓励乘客自行测量体温保持健康 只要走到体温检测仪前 额头对准传感器 仪器就能在两秒内测出乘客的体温 当局在今年2月展开了实验计划 向公众收集反馈 目前已经有五个地点 包括布莱德、文庆和中巴鲁地铁站 以及五级班让和石龙岗巴士转换站 已经率先的设置仪器 其他的地点将陆续在今年第三季之前设置检测仪 当局强调仪器不会收集任何的数据 也没有录像功能 不会在测量体温后储存任何个人资料 最秘密已最秘乃地跳 3番台 拿捣战